今天呢想要跟你们分享2023下半年到2024的高活出数位账户统整 最高可以向有8%的活出利率哦 哈喽我是群立 今天想来跟你们分享的是2023下半年到2024的高活出数位账户统整 在下半年啊数位账户的优惠基本上都已经全数公告了 当然是几家欢乐几家愁 今天呢帮大家精选了14家高活出数位账户 所以如果你还在寻找一个存放钱的地方 这支影片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 如果你在寻找一个高活出数位账户这边推荐可以申办 联邦Linuban 你假如是首次申办就可以向10万块里面8%的活出利率 接着符合条件10万块里面则是可以向3% 当然如果说你都不想要符合任何条件的话呢 依然10万块里面可以向2%的活出利率 但如果说你现在透过联邦申办的话呢 就会在额外加满50元的全家购物金给你 而联邦Linuban想要申办的话呢 会建议你可以搭配联邦集合卡 你今天在国内可以享受2% 日本只可以享受3.5%现金回馈无上限 除此之外呢 你今天老师先申办联邦Linuban呢 一般消费就会来到8%的现金回馈 接着你今天绑定Apple Pay 在日本消费呢 只是可以享受5%的现金回馈 联邦集合卡算是下半年真现金回馈的无闹神卡 尤其搭配上联邦Linuban 算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组合 想要申办的话 要记得透过我的理解申办 就会在额外加码50元给你哦 今天要介绍的数位账户 老实说有一点点的多 那我呢会用比较简单的方式带过 而有些许条件的部分呢 我都会放在字卡以及影片资讯栏 如果说你今天想要看更详细的图文的话 我都会放在部落格 有兴趣都可以点开观看 首先第一家呢 先来跟你们分享将来银行的部分 目前是到112年的9月30号 你今天在30万里面可以想要1.3%超出30万的部分 只是可以想要1%的活出无地率无上限 每个月可以想要跨转66次 以及跨提6次的免手续费优惠 将来银行活出无地率在下半年表现并没有到那么的亮眼 但是呢 降降卡表现啊 其实超乎意料 目前是到112年的12月31号 一般消费可以想要1%点数回馈无上限 接着在指定通路消费 只是可以想要6%点数回馈 加码5%每个月的回馈上限是250点 所以最多可以消费到5000块 资金通路包含的麦当劳、肯德基、五十兰、清新、UNIQLO等等 接着你只要在礼拜六消费 就会在网上加码4% 所以一般通路可以想要5%指定通路 则是可以想要10%的点数回馈 加码4%每个月的回馈上限是150点 所以最多可以消费到3750块 所以呢 降降卡在下半年 其实呢 更可以拿出来使用了 如果说你以前是新户 透过0sman符合条件最高 就可以想要700点的开户离 接着下一家 它则是乐天存往年 目前是到112年的7月31号 你接着要符合条件 都可以想要1.35%的活出利率无上限 它的条件就在当月啊 利用拍钱包 或者是接口支付任意消费无比 或者是利用拍钱包在批送上面 任意消费三笔 那你接着要透过0sman符 就可以想要500元的开户离 下一家是永丰大户 目前是到112年12月31号 你只要是大户等级呢 在30万里面 都可以想要1.5%的活出利率 每个月呢可以想要跨转以及跨提供20次的 手续费减免优惠 它大户等级的定义 就你必须跟永丰银行的资金往来 平均达到10万块以上 除此之外 你只要符合条件呢 5万块里面都可以想要3%的活出利率 它的条件就你今天年纪 必须位于18到19岁之间 接着呢 则是台七银的Hockey数位账户 目前是到112年的12月31号 你今天你门槛在15万以内 新户可以想要1.8%的救户 则可以想要1.5%的活出利率 接着你只要符合条件呢 15万里面新户可以想要2.4%的救户 则可以想要2.1%的活出利率 它条件会因为你今天完成任务而有所叠加 每完成一个任务啊 就可以往上叠加0.2% 每个月可以想要跨展20次 以及跨提5次的你的手续费优惠 下一家则是土地银行的数位账户 目前是到112年12月31号 你今天在10万块里面 都可以想要1.815%的活出利率 每个月可以想要跨展10次 以及跨提5次的免手续费优惠 下一家则是造风MegaLine 一样是到112年12月31号 里面看10万块里面 可以想要1.85%的活出利率 每个月可以想要跨展 以及跨提各10次的手续费减免优惠 下一家则是台湾银行的数位账户 一样到112年12月31号 你今天在10万块里面 可以想要1.95%的活出利率 每个月可以想要跨展33次 以及跨提10次的免手续费优惠 下一家则是上海上映Cloudbank 一样到112年12月31号 你今天里面看在20万里面 都可以想要1.96%的活出利率 接着你找符合条件 则是30万里面可以想要1.96% 每个月可以想要跨展 以及跨提共10次的免手续费优惠 下一家是地银行的IDEO 一样到112年12月31号 里面看在10万块里面 都可以想要2%的活出利率 每个月可以想要跨展以及跨提 各10次的免手续费优惠 那你今天只要透过0年申办 就可以想要100元的开户离 下一家是华人SNY 一样到112年12月31号 里面看10万块里面 可以想要2.3%的活出利率 每个月可以想要跨展45次 以及跨提5次的免手续费优惠 你今天只要透过0年申办 SNY数位账户 再申办SNY的信用卡 就可以想要300元的开户离 下一家则是又再度回归的 money数位账户 一样到112年12月31号 新户申办过后的180天 以内的10万块可以想要2% 10万到15万之间 则可以想要2.5%的活出利率 每个月可以想要跨展10次 以及跨提5次的免手续费优惠 下一家则是大家的老相好 云银Banky 目前到112年12月31号 只要透过0年申办 就可以想要半年5万块 2.6%的活出利率 超出5万块的部分 零门坎都可以想要1.31%活出利率无上限 其零门坎1.31%无上限 已经打败了非常多的数位账户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资金比较多 或者是其他数位账户都存满的话 云银Banky会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 每个月可以想要跨展 以及跨提各5次的手续费解免优惠 接着是国泰子账户 一样到12月31号 你今天符合条件呢 5万块里面可以想要3% 只是它活出利率是稍微有点变动 原本是公告3.5% 但是从7月3号开始紧急调降成3%的活出利率 下一家呢 则是RETCHA数位账户 目前到113年的1月1号 新户申办的里门坎10万块里面 可以想要3.2%的活出利率 旧户符合条件呢 30万里面可以享有1.3% 每个月可以想要跨转 以及跨提各5次的手续费解免优惠 那你今天只要透过0年申办 就可以想要100元的开户离 下一家则是义军图企 王道银行目前到113年的1月2号 你今天老师新户申办 就可以想要2个月3.25%的活出利率 接着你今天找符合条件 不分新旧户20万里面可以想要2% 而在20万到100万之间 只可以想要1.5%的活出利率 他的条件就你必须单笔转账5万块到王道银行 那你今天老师新户申办呢 符合条件就会在额外加码100元的开户离给你 接着下一家则是新光OU税账户 目前到112年的12月31号 你今天老师新户申办呢 就可以想要首三个月10万块里面5.88%的活出利率 接着旧户符合条件20万里面 则可以想要2.4%的活出利率 除此之外 这边帮大家争取到额外的加码优惠 你今天老师新户啊 透过联业申办本来可以想要188元的开户离 这币他再额外加码50元给你 透过我的联业申办 就可以想要238元的开户离哦 最后一家呢 则是联邦Ninobank 目前到113年的1月20号 新户首个月可以想要10万块里面8% 接着符合条件 这可以想要10万块里面3%的活出利率 当然如果说你今天都不想要符合条件的话 10万块里面一样也可以想要2%的活出利率 联邦Ninobank算是一个非常长迁的数位账户 而这边啊 一样有帮大家争取到独家加码优惠 透过零年的申办 就可以想要50元的全家购物金 最后这边帮大家做一个小小统整 如果说你今天是新户 而且是小额的话呢 推荐给你联邦Ninobank 首月可以想要10万块里面8% 或者是呢 星光OU数位账户首三个月 10万块里面可以想要5.88% 还有呢 王道银行前两个月20万里面可以想要3.25% 以及呢 台信的Retra 10万块里面可以想要3.2%的活出利率 而如果说你今天是小额 但是是旧户的话呢 这边推荐给你华南SMY 10万块里面2.3% 以及呢 王道银行20万里面2% 又或者是呢 地银行的Ideo10万块里面2% 资金大户的话呢 上海商业Cloudbank 符合条件30万里面1.96% 还有呢 大户符合条件30万里面1.5% 或者是乐天储王里面符合条件1.35% 无上限 以及呢 远营的Banky 里面凯1.31%活出利率无上限 最后这边啊 一样我帮大家做一个表格 大家可以按个暂停 又或者是 你就会今天讲太快 来不及吸收 我都要把详细的图文放在部落格里面 那连接呢 我也放在下面的资讯栏 最后想问大家 你拥有几个数位账户呢 一三个以下 二 四到六个 三 七到十个 四 十一个以上 那今天影片呢 就跟你们分享到这边 喜欢这支影片 不要忘了喜欢 或订阅我 记得开启小铃铛 才不错 每次上新影片 想要关注我更多生活动态 都欢迎FollowInstagram 或是按赞粉专 你可以教会员帮助我 创更多金美 有两篇文讯 我们下期见 开吱 这次数位账户 老实说 还是有蛮多黑马出现的 因为像 王道银行 算是黑马中的黑马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但是呢 我要先跟大家说一件事情 就是呢 我下一班要去闭关 因为我被叫招了 所以 我没有办法 那么及时的分享资讯给大家 我知道大家 应该都很心心念念 七月十号的 LINE BAND的信用卡 但是 我也很心心念念 可是我没有办法 及时更新给大家 因为我那时候人呢 在闭关 在捐充 所以我也没办法拍影片 那 如果说有时间的话 我会在 休息时间能用手机的时候 看一下 有没有办法 速处整理给大家 那当然 影片可能要等我 出关之后 再分享给你们 希望你们可以 等等我 那当然我觉得 你们也可以 先上网看一下 其他人的资讯 我觉得其他部落客 应该都会整理的 蛮不错 而且整理的很快速的 那 当然也是希望 大家回来看我的影片 所以如果说 你愿意等的话 欢迎在下面留言 让我知道 让我知道 原来有人在等我回来的 那种感觉 那未来呢 也会有更多 统整的影片 那其实我还没有 统整信用卡的原因 就是因为 我可以在等 LINE BAND的信用卡 不知道它的优惠 会不会给的很好 但是我之后 应该会先统整 调降的信用卡 因为调降信用卡 基本上也都差不多公告出来了 那当然如果说 你还有想看 哪一类型的统整 欢迎你们在下面留言 跟我们分享